聪明小偷的破绽 大家镇定一点 我们一定会抓到小偷的 丁丁 他们三个嫌疑最大 公司负责人羊驼 狮子和他们的房东狐狸 是昨晚八点口罩被偷走的 对吧 是的 想要打开储物室 需要他们两个人的钥匙才行 案发当晚你们都做了什么 昨晚他俩喝多了以后 我看完八点的球赛就睡了 昨晚我喝的有点多 和狮子回了他家 八点还看了球赛 到家后 我给羊驼喝了醒酒药 然后一起看电视 玩游戏到天亮 这个小偷真聪明 他把羊驼灌醉后带回家 但并没有马上给羊驼醒酒 而是在羊驼昏睡期间 拿走了钥匙偷走口罩 同时还把八点直播的球赛 录了下来 九点回来叫醒羊驼和他一起看 给羊驼形成了八点 他们在一起的假象 从而提供了他不在场的证明 但他万万没想到 删除的视频 会在最近删除的文件里 保留一段时间 小光 认罪吧 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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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